假如你将提前三分钟制造一个长得和你一样的人会来害你 你会怎么做 我是无念甲 就在刚刚 我失手给平行世界的自己发了一个表情报 完了 现在还没到时间呢 小友总之我一传讯给你 这是小友的零售 什么传讯零售 你那个世界不会是玄幻世界吧 哦 难不成小友未免不是玄幻世界 我的世界修 啊科学 我很好奇你什么修为啊 我 就一名普通的炼剑之人 修为不高 度节起 人称非剑仙 卧槽 平行世界的我是剑仙 你能不能教我几招啊 什么御剑术万剑归宗啥的 我这未免修气 小友未免也修气 倘若一致可传授你几招 但是我这世界不修气啊 如果强行修炼会怎么样 气决身亡 那还是算了吧 小命中央 和小友谈论功法倒忘了正事 我有五具分身 仅有一具分身脱离了我的掌控 传送至我面前欲杀我 好在分身实力微弱 被我一剑斩断 分身从未如此反常 有些许蹊跷 我便看了一眼玄天静 看到小友未免会发生一样的事 但是时辰在我之后 此时算的话 还有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我的分身会来害我 但是我没有分身啊 我也苦恼于此 刚刚谈论中 小友未免并无弃的存在 无法修炼分身术 怎么会有相同之人来害你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的世界叫分身 我的世界叫影 则或者伟人 伟人奈何我 算了 你也不懂 我先把这事解决的来 下次你再来找我 可 我这世界能修宪就 算了 要是能修宪那些怪物 不知道的有多强 好邻居大壮在不在家 嗯 今天家里 安泳池啊 穿这么两块 那你要和我一起游泳吗 下次吧 不解决这次事件 和你游泳的是不是 我你都分辨不出来 哦 你知道伟人 或者看过一部动漫 叫夏日重现吗 都没听说过 简要概括 什么都你有知识盲区 简单来说 等会儿会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我来害我 然后取代我 一模一样的你 你不能解决吗 你这么弱 一模一样的你 又能躺到哪去 不会说话可以不说 等会儿咱们船进去了 就先看环境 如果能跑的话 我们就先跑到人多的地方 他的目标是我 我吸引他注意力 你去想办法解决他 万一不能跑呢 嗯 也是 那算了 这次你就别去了 我一个人去吧 五 四 三 二 你手搭上来干嘛 我不是让你别来吗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远处可以看到车辆行人 很好 你在干嘛 我看看能不能打断他 哦 不能 你好啊 世界上另外一位 你打得过他吗 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物理范畴内 看样子还是跑比就好 行 那位人多 可以延缓他的行动 你说的那个玩意儿 他是复制我的躯体 还是 你没看见吗 他刚刚诞生的时候 是裸露的 裸露 那岂不是等于你也看了我的裸露 小伙子身体还不错 真的有必要在桃佛的时候 讲几种东西吗 这是个商场 我看到巡逻的警察了 往那边跑 躲到商场里面 就能阻止我追杀你的脚步吗 天真 你快看 他穿的不是我现在这身衣服 衣服上面也有一些未干血迹 应该是抢得别人的 那他应该没有手机 这和手机有啥关系 警察叔叔 我实名举报 我的双帽弟弟 他还想偷偷溜进商场里面 快抓住他